什么武器伤害不高却很实用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番茄 在吃鸡里许多玩家选择武器时 通常主要看子弹伤害 以至于低伤害武器往往很少有人用 其实低伤害并不代表就是垃圾武器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伤害不高却很实用的散把武器 你最喜欢哪把呢? 1.UMP45 UMP45在同类型武器里爆发并不高 近在威力远逊于Ruzy维克托 不过它的人气却相当不错 因为UMP45使用难度低 并且可以装背镜 属于腕金油类型的武器 完全可以替代步枪使用 在刚落地的时候非常实用 2.信号枪 信号枪在吃鸡里伤害为0 可是实用性却非常高 毕竟它可以召唤空头 只要捡到就能神装 因此被受玩家追捧 不过也有玩家觉得 官方应该给它增加伤害效果 毕竟信号枪作为手枪 没有伤害也太不真实了 3.迷你14 迷你14是职业赛场上 使用率最高的连鞠 想必很多玩家都会感到疑惑 职业选手技术那么好 为什么不选伤害更高的SKS呢 其实是因为在比赛里游戏节奏快 玩家没有太多时间收物资 反而迷你14是拿起来就能用的连鞠 再加上弹道非常稳定 只要技术足够好 用起来威力也不错 小伙伴们你喜欢剪上面这些武器使用吗 欢迎关注收藏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